第一次做的时候 是做的是双眼皮 有三眼皮出现 左边有三眼皮 就说开个眼角就好了 我就听她的开了个眼角 开了个眼角以后 怎么老是感觉 也会流泪 又过了一年说 我帮你重新做一个眼睛 做了一个眼睛 是那个九度媚眼 又花了16800块钱 做一个九度媚眼 做了以后就说 这些问题都会解决掉 胡女士说 算下来2016年到2018年 她一共做了三次 眼部整形手术 但现在眼睛 还是经常会流眼泪 眼睛现在的话 风一来这样子 对着风吹 马上就会出眼泪 当时医生忽悠我说 你这样子 这样子一直拉 拉个两年以后 我们跟你修 拉两年也没有办法 她皮肤去完了 这个样子以后 我说我的眼睛不行 不能在你们这里修了 然后她就说 那到时候 我跟你做个比中和 然后你看到你的鼻子 很好 然后你也很开心 就不会去想眼睛的事情 然后眼睛慢慢 我们再修 胡女士说 当时医生承诺 做鼻综合可以给她打折 2019年 她就又做了手术 加上之前做眼睛的费用 一共花了三万五千多块钱 可做完之后 她感觉鼻子有点歪 修复之后 效果依然不理想 现在做的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个地方 取了那个 叫填鼻季里 取了那个骨头出来以后 这地方是马的 已经没有自觉了 然后这个地方 是晒着我的鼻子 没有去 这个地方是歪的 我的诉求是 她把我的钱退回来 然后三万多块钱 然后还有就是 稍微补我一点 比如说 总共给我六万块钱 我到别的地方去修 对于胡女士的情况 宁波一加一 美容医院的负责人 沈经理说 鼻子歪斜 主要还是先天原因 因为它本身鼻梁骨是歪的 所以它做的这个甲体 刚刚开始的时候是直的 但是时间长了之后 它跟随着它原来的 鼻梁骨的位置 所以又涨回到了 它原先这个 依附着鼻梁骨的这个位置 我也可以给你们先看一下 这个我们上次的这个 这个是你们原来初始的 这个情况 这是原先的这一块 就是在它山根底部这块 是稍稍有一点点歪的 所以你看它现在的这一块 也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到 你看这一张特别明显 第一次做出来 这个鼻子是直的吧 我没有歪 我首先说一下 你看我以前的 这我贴的眼皮 这时候鼻子也没做过 什么都没动过的 你可以在它看原始照片 胡女士不认可沈经理的说法 她希望沈经理对眼睛经常流泪 和鼻梁歪斜 给出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 沈经理表示 对于眼睛长流泪的问题 他们建议胡女士 去专业眼科门诊看一下 产生的费用 院方可以承担一部分 至于鼻子歪斜 还是建议胡女士在座修复 小修的方案和大修的方案都有 那大修的方案 那就是我们就是在重新做 小方案的这块 就包括了给他们在 在这个山根这个位置 做一些我们的脂肪填充 对吧 那更多的 那是在视觉上 给他纠正这种偏斜的这种视觉 我现在是不敢修 我不是不当他们这里是个家 我就当你们这里是很好 为什么我从来都没说什么 我没办法 我很痛苦 我这么多年下来 胡女士不愿意再折腾了 但沈经理表示 一次性补偿6万块钱的条件 他们的确很难接受 胡女士把问题 反映给了卫生部门 目前当地一条会 已经介入处理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 晚安 晚安 早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